世上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,这世间本就纷纷扰扰,是是非非,何必太过执着呢?何必让自己为难呢?有句话说,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都要更具有力量。 人生在世,很多时候,心态比能力更重要,虽然我们不能左右天气,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,虽不能改变身处的环境,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。 人这一辈子,想要过好这一生,首先要养成一个好心态,而以下七种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拥有好心态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平心静气的习惯,塞缪尔曾说,世界如一面镜子,皱眉是枝,他也皱眉看你,笑着对他,他也笑着看你。 身以为然,只要有人存在,就少不了纷争分歧,只要有人的地方,就少不了是非,若是一遇到分歧,就争吵不休,遇到一点小事,就抓着不放,必然会活得很心累, 因为不懂得放过自己,越争吵,矛盾只会被激化,越纠缠,心就越累,你越是计较太多,越是气急败坏,最终难受的还是自己,徒增烦恼的依然是自己,而那些拥有好心态的人,往往是看破不说破。 对于是非纷争,能放下就放下,能看淡就看淡,放平心态,随遇而安,他们不会轻易发脾气,更不会遇事就纠缠不休,更不会因为他人无意间地过错气坏自己,而是保持从容淡定,把心态放平来面对那些是非纷争,不计较,不纠结,宽容大度,不计前嫌的习惯,很多事,过去了就是过去了,不去较真,不去苦恼,更不要责备, 有些事,本是不值得搁在心里,及时放下,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,有些人,无意间冒犯,原谅他,也是彰显我们的胸怀之大,不要总是资助比较。 要保持心胸宽广,原谅他人,其实是在服用自己,那些心态好的人,绝不会让拿着琐事缠身,更不要让那些不值得的人,影响到自己的生活,懂得给心灵归零, 不美好的事,及时放下,不属于自己的,不去抢球,不争不抢,安静顺其,自然做自己,圈子不同,不必强容,不必委屈自己,合得来就处,合不来就保持距离, 当你真正学会了包容,不去计较那么多,也不想那么多了,那你的人生境界又上升了一步,人也活得从容豁达了,坚持运动的习惯。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数据,与久坐的同龄人相比,那些经常锻炼的人海马蹄的体积增加了2%。 海马蹄 属于人体边缘系统的一部分,负责记忆的存储转换和定向功能,而海马蹄体积的增加,很大程度可以改善你的记忆功能。 这就是运动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,25岁之前,运动与不运动的差距或许没那么明显,但当你过了25岁之后,运动带给你的改变都会是显而易见的,坚持运动,不给自己留太多矫情的机会,充分做好时间管理,越自律,越自由,管理好身材,才能充实内心,保持身体健康,才能丰盈灵魂。 每天早起半小时,用跑步开启一天,唤醒每一个细胞的活力,长期坚持健身,从基础运动开始,一次次突破自己,一次次挑战极限,制定一个小目标,每日练习打卡,做不了30个俯卧撑,那就先从一个开始,戒掉懒惰,在重复的岁月里,努力改变,让每一刻都变得有所不同,永久善良的习惯。 俗话说,人贵在有德,方能行走天下,为人实在,不耍心眼,今日吃亏,他日必有好报。 生而为人,作恶很容易,一念天堂,一念地狱,但永远保持善良之心,是这世间最难能可贵的品质。 一代圣贤曾国藩,为人处事,秉持一颗圣心,一直备受世人称赞,他曾教导儿孙,为善最乐,为恶最苦。 纵使人生坎坷多磨难,我们永远避免不了阴险狡诈之人,但灵魂里的真挚不可自减。 当你年老时,回顾一生中所有的惊喜和好运,其实都是积累下的人品与善良,心怀感恩,勿望生命中每一个帮助过你的人。 守好善良,无愧于天,无愧于地,无愧于己,做人要有人性,做事才会事事圣意,将心比心。 不忘初心,但行好事,莫问虔诚,心存感恩的习惯。 懂得感恩和珍惜的人,才能获得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,当你懂得了知恩图报,怀着一颗感恩的心,你会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,你的生活也会舒心很多,懂得了感恩,人才会更加知足,幸福体验感更强,懂得大度,懂得宽容,才会快乐,人心都是相互的。 当你付出什么,你就会因此得到什么,你赠予了温暖,也会因此得到美好,学会知恩报恩,常念人好,望人短处,真诚待人,正直善良,相信总有一天,我们会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,人活在世上,保持一个好心态,何其重要。 心态好,万事皆顺,纵然人生没有事事如我们所愿,但只要积极豁达,相信再难,也会迎来春暖花开,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,无论命运给予我们什么,都希望我们不气馁,不放弃,不抛弃,以最好的心态来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开心快乐的经营好每一天。 从不攀比的习惯,无论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,都有人仰望你,也都有人俯视你,人都会有攀比之心,这无可厚非,有攀比的心思,并不可怕,恰恰相反,适度的攀比,是一个人上升的驱动力,只是最怕过度攀比。 一旦陷入这个思维怪圈,就不是拿优秀人的当参照物了,而是当作比对的对象,如此一来,很容易失去初心,忘记自我提升,成为更好的自己才是目的,越是攀比,内心越容易焦虑,长此以往,非常不利于个人的发展成长,因为心态失衡,小错也会被自己忽略,从而酿成大祸。 毛木说,你要克服的是你的虚荣心,是你的炫耀欲,不去盲目攀比,不被他人扰乱心态,每天只要进步一点点,由于过去的自己,活得从容,洒脱才是最重要的,在攀比中失去幸福。 是最得不偿失的,从不内耗的习惯,哈佛心理实验室曾经对人的焦虑进行过统计,发现,40%的忧虑是源于对未来的担忧,30%的忧虑是源于过去的事情,有22%的忧虑是因为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, 但是,4%的忧虑来自于个人无法改变的事实,只有剩余的4%,来自于我们正在做着的事情,看吧,真正立刻影响到你的,其实只有4%,还是我们当下正在做的事情,既然如此,焦虑有用吗?焦虑最是无用的。 它除了让你一天的情绪变差之外,心态变坏之外,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帮助,是阻碍你的完食,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焦虑状态呢? 有人仰望天空,有人专注钓鱼,有人专注看书,有人会去跑步,总之,当焦虑来袭的时候,不要畏惧,不要退缩,当下做不到的事情先放一放,完成不了的暂时停下, 最后你会发现,做不好,完成不了,实际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穆斯林的葬礼中写着这样一句话,人最可怕的不是疾病,而是丧失了意志和信念,不要自暴自弃,不要消极等待,一个人越是自暴自弃,距离向往的生活越远,越是消极等待,越等不到幸福来临的那天,走过半生,渐渐明白,日子要想过的红红火火, 靠的不是他人的救助,而是自我的醒悟,人到中年,不如一知识十有八九,再难的关卡,只能自渡,再多的伤痕,都需自愈,渡人先渡己,养生先养心,与其怀揣痛苦荒废度日,不如让自己开心起来,停止无畏的消耗,把生活调成快乐模式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感谢观看